豪忙雕刻家陈逢贤最近又发表了两件世界最小的黄金属新创作 两件作品的小黄金属都只有一毫米左右 必须要透过高倍放大镜才看得清楚 高超的微雕技术令人钦佩 豪忙雕刻家陈逢贤继去年底推出一系列手工雕刻 世界最小黄金属创作之后 最近又发表新作品 同样以黄金雕刻 这件作品取名为老鼠吃大米 手工黄金属每只大小只有一毫米左右 老鼠妈妈带着小老鼠坐在白米上展现母子亲情 老鼠吃大米的氛围是母子图 妈妈呵护小孩 带小孩在吃大米的氛围 你要知道小老鼠吃的大米只有0.1毫米 像灰尘一样的渺小 整件作品花了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表现出母亲爱小孩的一种氛围 另外这一件磕字的老鼠 陈逢贤是借由老鼠拿着工具在戒子上雕刻自己的名字 隐喻认真工作的情境也代表记忆的新传 我用那个黄金呢做一个戒子 那戒子上面刻出了我的名字 上面有两只老鼠在认真的雕刻的情形 那能够代表一种新传 那雕刻的记忆呢 有人来衔接传承下去 陈峰鲜表示 黄金是高贵且比较容易保存的雕刻素材 因此今年将以黄金为钻研的目标 希望挑战自己的极限 我们故宫里面的文物呢 流传下来的还是以黄金为多为贵 那我也想说用这个往后的十来年的时间吧 尽量的挑战黄金的作品 陈峰鲜40多年来不断研究各种素材 展现航芒雕刻的高超技术 今年透过黄金将再度攀上创作新巅峰 也让大家拭目以待 借此视频这么起新店财宝报道 嗯 嗯